是的 這個一開始 新春第一炮 接下來我要介紹我一位很久的朋友 好朋友 他算是我年輕圈的自己 從我沒有發專輯、發唱片 走到現在 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他沒有住在台灣 好 我們邀請他出來 最美麗小姐 我第一次聽到這麼另類的介紹 他沒有住在台灣 感覺到我好像是一個鬼魂飄過來的 不是 你自己可能健忘了呢 我健忘了什麼呢 姐姐 你今天上午發辦的時候 一直說 我現在是加拿大人 對 我是加拿大人 我現在是加拿大人 我現在是加拿大人 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台灣真的太熱了 我們一樣發辦 正在這個舞台 一樣的時間 他已經汗流加倍 沒錯 那應該是脂肪太多 好吧 小姐姐沒有少多少 大哥就不要說二哥 對對對 從以前到現在 黃小虎其實一直都沒有變 從我認識他二十多年前 他就是這個樣子 直來直往 然後 就是不管別人怎麼想 我就是我 我就是想說什麼 我就說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可是在那個年代裡面呢 其實沒有辦法被 沒有辦法被接受的 因為媒體會覺得 哎呦你轉什麼轉啊這樣 其實不是轉 是不會說話 現在也還是一樣 不是嗎 是的 有些事情是永遠不會變的 那現在 到現在為止呢 從以前這個 得罪了不少的 不知道是媒體還是歌迷 但是呢 經過了二十幾年 很高興看到 小虎終於有他走紅的一眼 而且呢 非常高興的是因為 所以時代改變 欸你們笑什麼 他走紅不對嗎 不然你們今天做這個幹嘛啊 是不是 欸我們先來 來聽黃小虎唱歌 來聽我一下掌聲 哈哈哈哈 請叫聲 我沒有把這裡當小巨蛋唱 對不對 黃小虎是不是應該在小巨蛋辦 他的個人演唱會 職業病你知道 對啊真的 平常常在加拿大 是不做這些事情 但是姐姐 你剛剛那些 那些我也會啊 欸 但是我做 對我今天 因為你是主角嘛 我要讓你維持你的形象 不用了 趴吉歸趴吉 對啦說真的 也不用維持形象 我以前就是這樣 對啊 其實我有改變啊 我還沒說完啦 那後來因為時代的改變呢 以前大家覺得 很沒有禮貌的說話方式 現在變成是 喔黃小虎好酷喔 敢做自己 對不對 所以現在呢 我們看到了一個 全新的黃小虎 因為時代的不同而全新啊 對對對 就是 長江後浪推前浪 這個 前浪死在沙灘上 我就是那個 我就是那個 飄揚過海浪 沒有 前浪 欸 出錯了 後浪死在沙灘上 我想錯了 Anyway 前浪後浪很重要 不會講話從來都沒有變了 對啊 其實我要說的 有變了 價錢 價錢改變 啊 價碼不一樣 他用什麼不一樣 這個 體重也不一樣 不過呢 代表這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歌手 真的很會唱小虎 在我的印象當中 我很少聽到一個聲音 怎麼樣 然後我這麼福氣 願意當你歌迷的人 還不多蕾 欸 這是 謝謝 該叫你姐姐 還是Jane 我們都見了你啊 她叫我小虎 我叫她Jane 從來沒有什麼姐妹之分 那這樣子 我們把話題稍微往後 我們再來唱一首歌 因為小虎需要下去 喝個水 沒有啊 我要跟你合唱 欸 其實要講到這個歌呢 有一點小小的淵源 因為以前我做中華麒麗世界 有沒有人聽過 喔 那你們年紀也不小啊 有沒有 我的歌迷 跟姊姊報告 我的歌迷呢 是從一歲半到八十幾歲 就是年齡層非常的廣 是是是 真的 欸 你看那邊做兩個小孩有沒有 欸 我現在看 喔 原來 喔 原來是 認識的 喔 認識的 喔 因為今天找不到保母子 哈哈 順便帶來 沒有 要講到這個歌就是 因為以前我做中華麒麗世界 那我有一個單元 就是我邀請實力派歌手來上 那 這個歌手來上節目 必須要唱一首我的歌 那我也要唱一首他的歌 那小虎曾經就在我節目上 唱過這首 你想想看 欸 哪一位電台主持人 嗯 敢邀請歌手上他的節目 然後跟他這樣對唱 嗯 其實 從古到經 古到經 古到經 對 其實高音的部分 會唱高音的部分 這樣唱得好的歌手 其實我心目中是有正義啊 張青芳 蛤 OK 你還是多唱歌吧 對 因為前面有攝影機 我們現在是LIVE 我們不是LIVE 而且話有點傳出去 對啊對啊 阿邦 阿邦 裝酷不能裝得太酷 OK 這樣就OK了 阿邦我愛你 哈哈哈 好啦 但是我更愛正義 對不起啊 因為她是我師姐 我們相愛的比較久啦 是 對 還好當你沒有狗仔隊 不然的話以我們的交情 可能會被判斷成 不會啦 不會啦 你那麼胖 叫你少講話 你再講下去 我不唱 好啦 我給你傻脾氣喔 真的 好 我們接下來要唱 正義的首歌 我們合唱完了之後 我下去喘口氣 大家 今天晚上有耳朵 再度可以聽到 正義 嘹亮的歌聲 有如天賴般的聲音 這位小姐 你就別搞笑了 不是Party開始了嗎 這Party 啊